我看这个作品当中呢 我能够感受到的是 导演希望我们以这个 可人同学饰演的这个角色 为第一人称视角 其实是进入了一个 光怪陆离神游太虚的 一个梦幻的故事 那么当中我最喜欢的 就是画面当中的着色 还有构图 还有反复出现的一些 中国经典的元素 山水 竹林 这些东西其实非常富有 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意境美 另外一个就是音乐 从开头的剑出到中间的高潮 再到剑弱 那里其实非常富有层次感 那二者合一其实就做了一个 现在我们讲的叫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 其实这个也是我特别想 跟刮兮兮导演接下去去 学习讨论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现在 四位家方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代年轻人 就是怎么把那个 中国的传统文化 文艺工作 怎么把传统文化 做一个现代方式的全新诠释 我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和表达方式 这段发言果然没垮 就是影评级别人 别别别 我特别喜欢这段发言 什么意思 你什麼事